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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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去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法的血跟肉 几乎大家都认为 咒语就是佛教的 而且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各种法会里面 几乎有各式各样的咒 那说这个咒语 大部分的人都会念 而且都有念 那早晚课里面很常见的 就是一般的早晚课 能演奏十小咒 那平常就是法会当中 最常见的是大悲咒 那我们吃饭 节哉准题咒 那人往生 佛事念 种种的什么 甘露水真言 开渊喉真言 然后往生咒 然后药师咒 非常多的咒语 那这些咒语我们说过 其实佛陀当时是否定咒语的 那否定咒语并不是说 这个咒语没有功效 它是有 它确实也有一些效用 因为鬼神相应的是 多少会有一点感应 有一点灵验 那甚至是我们说 原始社会和原住民里面 其实也都有咒 那这些咒语并不是没有效 就好像说我们上次讲的 这个佳流头语 杜一个人 佛罗门 他念那个咒 那鬼神就帮他驾车 那么确实也是有 那所以我们平常念咒 也会有一些感应 确实会有的 包括你念大悲咒 大悲咒谁 要是咒谁 那么偶尔也不是常常 但看你的心 它基本上也会有一些感应 但是这些感应我们说过 这里有讲过 这些咒语 它可能会有后遗症跟副作用 那最大的后遗症跟副作用就是 我们会相信 除了夜报 除了说 比如说咒语 我们说过 它基本上就四种功用 大家还记得吗 习真怀族 对啊 咒语的功用 这个在佛罗门时代就有了 甚至是西方社会也有 咒语的功用 基本上就是习真怀族 而且它还不是亚利安人的 因为佛罗门基本上是 亚利安人 亚利安人的 但是咒语是后来所谓的原著名 达罗伟图人的 那变成是这个里面的文化的一部分 那咒语它基本上就是习真怀族 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增加福寿 习就是习除 真就是增加 就消灾免量 真福真寿 这一部分 那怀族基本上就是 去除掉不好的 那么这个是去除掉不好的 恶因恶缘 这个是增加 善因善缘 让人家喜欢你 让人家唤醒 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 好 那么假设我们今天这样来讲 比如说 好 那 我 人缘不好 比甲哥来讲 这怀 人缘好 像现在很多人 很多人 要去种桃花的 让他有桃花运 或是他 他拜财神 有财运 类似像这样的 运气的 有好运的 好 假设我们这样来讲 那 我们如果说 今天我们人缘不好 那 这个婆罗门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人缘不好 你缘那个咒 那么念了之后 人缘就会好 你要有异性缘 就有异性缘 你要有同性缘 就有同性缘 就是 难得会喜欢你 女的会喜欢你 大家都喜欢你 会有这样的 他确实也有这么一个咒 那 假设说 好 那 你希望 你现在人缘不好 你希望人缘好 你就念了一个咒 就是 就是 善缘 好缘咒 假设我们现在给他念 确实也有这个咒 念了之后 你人缘确实也变好了 好 那你这样会觉得 怎么会怎么样 对 你就咒的力量 那咒的力量有效 就是好缘咒 它产生效用 就是我们讲说灵验 佛教徒很喜欢讲灵验 那么你念了 你本来人缘不好 你本来人缘不好 那你念了好缘咒之后 人缘变好 假设这个人 这个人叫做甲 那么这个甲 人缘不好 他念咒之后 他念了这个好缘咒之后 念咒之后 人缘变好 那么他会怎么想 是咒的威德力 是不是对 咒的威德力 那这个有什么后遗症 这个就会让你否定因果 而且你不会 我们知道佛法解决问题 是依照哪个次第来解决的 苦极灭道 对 一般我们讲 佛法的四地 它是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是 这个真理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次第 我们大家还记得 佛法的核心 新经讲四个核心教理 记得吗 缘起 四地 中道 我 记得 你要把这个记得 我们读了新经之后 新经的核心教理就是 缘起 四地 中道 我 我们先讲这个四地 这个四地就是 我们在生活上 有种种的问题 这个苦 比如说我人缘不好 是一种苦 人缘不好就让我 感觉到一种苦 我希望我人缘变好 如果依照佛法的道理来讲 你人缘不好 这是一种问题 苦是一种问题 这个问题 造成你身心受苦 好 那么你要帮它变好 如果依佛法来讲 那么我们解决论的问题 都要以苦即灭道 因为苦就是问题 那缘起 是另外从一个 前后的问题来讲的 那这个是 我们说 它是狠的说明 它是重的说明 好 苦 学习佛法 一定是解决问题 都要依照这样的次定 那前后的关系 此有故彼有 这是缘起 好 人缘不好 那么人缘不好 你要去探讨 你为什么人缘不好 你要去观察 急 急就是什么 原因嘛 苦因嘛 苦因 那么人缘不好 那么人缘不好是一种苦 苦因是什么 你要去观察 你要去思维 你为什么人缘不好 他为什么人缘好 那这个人容易观察出来 这个人人缘不好 你不要先讲自己 你讨厌谁就好了 你讨厌谁 那你一定是不喜欢他嘛 那这个人很多人讨厌 不是你讨厌的 很多人都讨厌他 不喜欢跟他在一起 不喜欢跟他讲话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你跟他讲话 或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会有压力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就是说 我跟你在一起 我会有压力 所以我就尽量远离你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话 我会有压力 我就尽量远离你 就逼迫感嘛 苦就是逼迫感啊 有没有 只是苦逼迫性 有没有 三转十二远远的 好 当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产生压迫感 有压力的时候 你就能够离多远 我就离多远 能够不讲话 我就不讲话 因为我讲一句话 等一下你来给我站 等来又讲我 怎样怎样 你会乱想 那我干脆就不要讲 对不对 那你等一下 怀疑我这个 怀疑我那个 那你每次讲话 都讲出来 都给人家压力 不好听 对不对 或是讲那些 我不喜欢的 或是讲那些 五四三的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觉得不安 有压迫 有忧虑 或是每次跟你在一起 你就跟我讲 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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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都不想听 那我会有压力啊 那我压力 或是你 一个就是 你个人的 品性不好 你每次都去做 那些不好的事 我跟你在一起 我有忧虑 我会有压迫 改天 我会被你 连累到 那么这一些 才造成 你人缘不好 就是说 你的人缘不好 是因为 你的心 其实就是你的 身口意 不清净 带给别人压力 带给别人压迫 所以导致 你每次讲话 都是 要不是骂人 你想想 一个人 人缘不好 你不喜欢 跟他讲话 不喜欢 跟他在一起 第一个就是 这个人 很会骂人 有没有 讲话 都很损人 然后都很自私 有没有 这种人 一定是什么呀 人缘不好 凡事都是 想到自己好 也不会替别人想 那么这种人 你跟他在一起 一定有压力 那么有压迫感的话 你一定会是 不想理他 最好不要跟他在一起 人离多远就离多远 跟他在一起 能够不讲话 就不讲话 不得已要在一起 就尽量不要 跟他有接触 能够不在一起 就不在一起 所以 久了你就已经是 人缘不好 你在看到你 讨厌你 就算不讨厌你 也不想跟你 多在一起 那么原因是这样的 那你要从这个苦因 上去怎么样 改变 你才能改变 这个苦果 这个是果 这个是因 你要先了解 你果报在哪里 那因在哪里 改变这个因 用方法改变这个苦因 你才能够灭掉 这个苦 所以灭苦之道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所有的方法 都这样 包括你没有钱 包括你身体不好 都都是苦 愿正位 爱别离 求不得 包括你短命多病 那这些都是苦 那苦必然有苦因 这个是佛陀教我们的 佛陀教我们的 那如果说外道 它就不是这么讲 它说有一个神 威德力很大 你持他的名 他就帮你离苦 有一个咒 是从这个神 或是从各个佛 从这个菩萨的心地里面 流出来的 你持这个咒 他就帮你离苦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苦其灭道 就不用了 是不是 它不需要了 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 你有这个苦 苦因是什么 你不会持咒 你不知道这个咒 所以你现在知道 这个咒了 你念这个咒 它就帮你除苦 你念这个菩萨的名字 它就帮你除苦 这个苦就灭了 所以灭苦之道 变成是什么 你持咒 念佛 念菩萨的名 念这个神的名 那这样 就会导致 你有这样的错觉 那以后你遇见什么苦 今天遇见人员不好 你念一个好原咒 明天 经济压力 念一个什么 财神咒 就是这样啊 后天开始生病了 又念个药师咒 有没有 后来你凡事 凡事就是 你就会去找 今天我生痣疮了 还有一个疗治病咒 有没有 有一个疗治病咒 那甚至现在疫情来了 还有一个防疫咒 也有啊 好 那甚至到最后 有一个治一切病 包治一切病 所求皆得 求什么就有什么的 后来的很多都是这样啊 你求难得难 求你得 你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求人缘好 得人缘好 变成有一个万人的咒 万人的菩萨名号 万人的佛名号 好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 而且你也想去 因为你有灵验吗 那怎么办 这些都不需要 什么经 什么道理都不需要 因为这个咒 包含一切的道理 一切的威德力 那你就会有错觉 你念了没有感应 你还不会这样觉得 你念了有感应 你还需要自己 很努力去休闲吗 不用了吗 平常没事 吃喝玩乐 一有事 赶快念咒就好了吗 对不对 你也不用努力工作 没有钱的时候 来念个财神咒就好了吗 对不对 用小钱换大钱吗 是不是 那用一些小时间 然后换一些 未来长久的苦乐吗 这个不是佛教的说法 你最大的后患 就是你会产生邪见 并不是你念了之后 没有感应 不对 有感应 后患才大 有感应 后患才大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佛陀说 如果你有邪见 你可能 就是说 你持戒 持戒行善 基本上是不会多三二道的 是不会的 但是你有邪见 就会让你多三二道 你照理讲 你照理讲 你人要死 不是寿命禁 就是福报禁 你的寿命没有禁 你的福报也没有禁 照理讲 你不会死 但是你有邪见 你就会自己找死 不应该信得你信 所以以前的皇帝 从汉朝汉武帝之后 秦始皇开始就是这样了 都信那个什么 信那个 有那个藏身不老药 从秦始皇开始就是 都到处去求那个藏身不老药 那么 这个汉朝的皇帝 年轻的都不用不屑求这个 到了年老了 快死了 他都会信 那么有一个人来跟他讲 练丹 这个可以藏身不老 他就吃 很多皇帝 都是吃那个 先丹 吃到中毒死的 真的 历史上有统计 我忘记了 不知道有几个 那这个就是什么 那个仙丹就有一点像我们这里的咒一样 你觉得念了 你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过患 那我们说过 佛法的咒 已经变成是佛法的血跟肉 已经变成是 不可没有的 已经变成是这样了 而且你在念咒的当下 你总会觉得满天的神佛加持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是你最大的过患 因为以后你解决问题 你不会从苦极灭道下手 你不会从缘起下手 持有故必有 你不会去追究那个因 那个环环相扣的因是什么 缘起就是持有 比如说你人缘不好 比有是果 比有是果 持有是因 你为什么人缘不好 是因为 很简单嘛 人家为什么不喜欢跟你讲话 你讲话会带给人家压力啊 我讲没三句话 你就误会我什么 误会我什么 几次以后 我哪里敢跟你讲话 对不对 敢跟你讲话 你每次都跟我抱怨什么 抱怨什么 听了我也烦 本来我没有烦恼的 听多了我自己也很烦 不要听了 你一打电话来 我就跟你讲没空 就这样啊 你每次讲话 讲出来就是三字经 讲出来就是那些不好的话 我离你远一点 每次被你染污 你每次讲话 你每次找我 就是要跟我借钱 我也怕啊 会有压力啊 所以你要去追究 你要去追究 你这个问题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细细的想 细细的想 包括 身体常常不好 经济常常不好 人缘常常不好 反正种种 包括 为什么 人家舍利佛 听了一个缘起继 人家就开悟 我们把 我们把很多经 从头读为 读了几千遍了 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 为什么 那你要 你要有一个观念说 他有因必有缘 持有故必有嘛 那你不能说 那我找一个开智慧座 我天天拜文殊菩萨 就怎么样 我就会有智慧 智慧不是你没有 你没有认识的文殊菩萨 你才没有智慧的 智慧是因为 你没有文师修正 你才没有智慧的 智慧是从文师修正来 并不是 你没有认识文殊菩萨 你没有拜文殊菩萨 你没有持文殊座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 念咒最大的后患 就是 你相信 有外力 有他力 可以改变 可以在因果法则之外 可以在缘起法则之外 可以不用世地 不用缘起 不用忠道 你就可以得到 佛法的圣身功德 殊胜功德 不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佛法要讲的 所以佛陀在当时是否定一切咒的 否定咒语 这我们讲过 否定祭司 透过祭司可以改变一切 透过念咒可以改变一切 那我们现在 只要念佛菩萨的名号 就可以改变一切 道理差不多 但是念佛菩萨名号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真的 那你要知道 佛法不管 就算释迦牟尼佛 就算阿弥陀佛 他都要这样修 才能这样得的 是不是 阿弥陀佛 法战比丘 都要修无量节 都要闻思修正 这样才能得的 你现在不用 你现在要念一句佛号 念一个咒语 你就得到 这个佛的所有功德 哪有可能有这种事 所以 你要理解 就是说 咒语的这样的功德 其实 它不是没有灵验 鬼神它有一些力量 鬼神有一些力量 确实有 但鬼神之所以有鬼神 鬼神就在三二道里面 它顶多就是有力量 就是那个叫做有才鬼 鬼神基本上分三部分 有福报的我们叫神 没有福报的叫鬼 神也有天神 就是无才鬼 少才鬼 跟多才鬼 就是福报的问题而已 多才鬼 它就是有一点点力量 但是 它也不能给你福报 它没办法给你福报 即使是佛菩萨 都不能给你福报 不能给你智慧 没有 佛菩萨 只是告诉你 你要怎么修福报 你要怎么得智慧 文书菩萨智慧第一 没有念那个文书咒 就可以得智慧的 没有 那么 它只是告诉你 我是怎么修智慧的 你必须要这样修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智慧 我是怎么修福报的 你要怎么修 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报 所以 佛菩萨里面 都有所谓的本愿 都是告诉你 它以前是怎么样修的 你现在必须怎么修 我以前这样修 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 这样的成就 这样的殊胜 你现在和我一样这样修 一样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 这样的成就 这样的殊胜 为什么 如是因如是果 那么因果是相符的 谁来修都这样 谁都必须这样修 谁这样修都一定会有成就 这个就是理啊 理则啊 这个理则是法性 法朱法界 两千年前 两千年后是这样 中国人 美国人 印度人 这样修都会得到这样的殊胜 不能说 我是佛教徒 我得到佛菩萨的加倍 所以我少修一点 可以得到比你多的功德 我不要这样修 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 没有 没有这种事 就算你是佛陀亲生的儿子 你是佛陀的母亲 你把佛陀生下来的 一样要这样修 摩耶夫人 敬饭碗 罗霍罗 一样要这样修 他才能够有这样的殊胜 没有这样修 不管你是谁 也不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没办法 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 很重要的道理 但是你认为念个咒有威德力 比如说 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人缘咒 人缘咒号称最灵感 最力量 威德力最大 可以能够灭五逆十二的罪 当然佛法里面不是讲人缘咒 包括你念佛号 念念中灭八十一节三十重罪 五逆十二的罪也都能灭 这个很多咒都这么说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认为 比如说人缘咒 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叫做降魔 那 人缘咒真能降魔吗 那魔是什么 怎么降服的 你咒语念出来 魔就怕你吗 如果你相信了 那你就会怎么 你就会 靠这个人缘咒语言 你就可以降魔 没有 不是 真正的魔我们讲过 生死魔 五阴魔 烦恼魔 天子魔 那么真正的魔就是烦恼魔 邪见是最大的烦恼 所以你应该要了解 我们说过 佛陀是否定咒语的 但是初期大圣 像清清为什么又有咒 初期大圣是没有咒的 后来咒语都加进去了 为什么 我们说过 大圣佛法里面没有咒 有什么 陀 罗 尼 有四种陀罗尼 大家还记得吗 我为什么全身是汗 可能是我身体的问题 好 没关系 有四种陀罗尼 有四种陀罗尼 好 我们说过 陀罗尼跟咒不一样 这上次我们讲 不过我们也复习一下 有哪四种陀罗尼 要把它背起来 文齿分别之 录音声陀罗尼 它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智慧的哪四个层次 文师修正 你看 智慧是最殊胜的咒 这跟信心讲的是一样的 其实它是用 婆罗门对咒语的殊胜 跟威德力 把它说真正殊胜的是智慧 智慧才能除一切苦 其实这个就是佛法说的 因为婆罗门种咒 所以他用这个咒来跟他类比 后来大圣都是这样 免俗的 就是难免的会再加上一些咒语 要让你相信 但是实际上它会在经文里面 告诉你这些道理 那个大背心陀罗尼就明显是这样 那个大背咒有很多种版本 很多人在想说 这个是范音的 这个是唐音的 这个是84句的 这个是100多句的 我发现很多种 哪一种是真的 哪一种比较素顺 哪一种音练起来比较对 不是 不是 他其实这个是因为 要射受这些婆罗门 就告诉你 有这样做 也编了几个咒 就好像《心经》里面 阶堤阶堤 波罗阶堤 但是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里面是有意思的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来讲这些咒 到底都是什么意思 那他最重要的道理 会给你讲在经文里面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讲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先来看这个 准题咒大备咒 这个讲义最后面 有没有 这张讲义 准题咒的最后面这里 大备咒我们是最常见的 有看到了吗 最后面 那么 讲到 你看 我们看到中间这一段 先前面讲一下 说 送大备咒的 一身中守求 求什么就得什么了 这个是首尔的咒都这么说了 然后他就开始念大备咒 念完大备咒 你看 重点不在那个大备咒 就好像《心经》的大神咒 大明咒 重点不是那个咒 重点是 照见五云皆空 那一般 一般都是放在咒后面 在说 那有一些是放在咒前面 他就讲了 他会在经文里面讲 你要念咒之前 你要有什么仪式 你要有什么心态 那在这个里面 他就会 其实重点在这里面 好 那你看 他完了之后 你看他就开始讲 这个大饭天晚就起来讲 那么 什么叫做陀罗尼形状 形貌状像 好 你看 这个才是重点 重点不是前面那个咒语 不是哦 你看 好 他说 观世音菩萨就跟这个大饭天晚讲 那么 你能够这样问 好 那很好 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好 你看他底下是什么 大慈悲心事 平等心事 无为心事 无懒卓心事 空观心事 恭敬心事 卑下心事 无杂乱心 无见取心 无上菩提心事 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托罗尼相貌 奴当依此而修行之 好 所以 这个就是真正的托罗尼 种词 种词是咋里在种词 心在种词 他不外乎是慈悲跟智慧 他告诉你要平等心 无为心 无懒卓心 其实就是没有谭称词的心 那么 所以 基本上 这个咒语 其实 他最主要的其实就是 我们讲 托罗尼 文师修正 他是 初期大圣 主要是讲 文师修正 四种托罗尼 那跟这个 跟这个 托罗尼 这个是托罗尼的 托罗尼 托罗尼的习真怀诛的四种作用 它其实是不一样 这个才是佛法的 那 这个是很 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我们稍微 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上过的 因为信心讲到最后就是咒语 那我们佛教里面 很多很多的咒语 那平常我们早晚课有送 那我们法会有送 佛事有送 那平常有在送 那怎么办 那我到底还要不要再送 那如果我不送 那我要做什么 那如果我送了 那会不会有后遗症 那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 这个还没看完 那么这里讲到 我们先来看这个大致敦这个讲义 上次讲到 这个托罗尼 录音声托罗尼 这些托罗尼 那么他这里 他这里是在说 前面讲到 称谁称谁骂这里 好像讲到这里 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说 他是搜射一些道理 然后来 你从这个道理里面去体会 说搜射一些言语 然后从这个言语里面去体会那个道理 其实是这样的 那他这里主要有两种 一种就是不好的 人家来骂你 那你就从这个音声里面理解 这个音声其实是不定的 那人家来供养 底下就是 若有人如恒而杀等结众生 赞叹供养 就人家对你好 所以人家对你不好 你的心不动 人家对你好 你的心也不动 重点是心有智慧 知道这一切都是缘起的 无常的 所以知种种 恭敬供养 四皆无常 有这个音源 人家在来赞叹供养 那如果一个音源没有了 那就变成什么 人家来骂你 常常是 一开始对你很好 那是那个时候的音源 后来就 对你不好 那我们常常都会疑惑 你以前不是这样对我的 然后就会觉得他变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 本来就会变 第一个 第二个 有可能是你先变 然后他再变 真的 因为你也变了啊 为什么会变呢 因为以前 还没那么熟的时候 他对你好 你会很感恩 后来很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对你好是应该的 然后开始开始 他就会觉得 以前对你好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对待他的 所以后来他就也不想对你好了 然后你就开始觉得他变了 其实你不知道你也变了 那么这个是很常见的 当然你如果从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解决问题 他就会去理解 本来是这样 后来变得不是这样 本来是好的 后来变不好 本来不好的 后来变好 这个是很常见的 这个是非常常见 那如果是我们 那么我们希望好能够延续 能够希望不好 好不要变成不好 那不好希望变成好 那么从佛法的角度去看 就是什么 他都有因有缘 那第一个就是保持 如果你有这个陀螺女 第一个保持你心不动 不管好不好 我的心都不动 第二个 如果你要让好继续好 那你必须延续到好的因缘 如果你要让不好变成好 那么你不能延续那个不好的因缘 不好一定有不好的因缘 这个不好的因缘 有可能不在你身上 有可能在你身上 因为他好不好 有时候不一定跟你有关系 他今天本来对你好 本来对你都笑脸的 忽然今天来了 看到你臭臭的 不喜欢跟你 脸臭臭的 而且不喜欢跟你讲话 不一定是因为你不好 有可能是因为他生病 或是他在家里 被人家骂 或是他刚好被追在 或被怎样 不一定跟你有关系 但也有可能跟你有关系 那么 但是不管怎么样 第一个你先心保持心不动 然后再仔细观察 这个因缘是什么 从佛法来讲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会怎么样 赶快念个咒 这个有磨 或是赶快给他写一个冤亲在主牌位 超度他的冤亲在主 不是这样 佛法不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佛法不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第一个要先不为境界所动 然后深细地观察因缘 从因缘中了解 它是怎么变化的 它为什么这样的变化 无常就是有生灭 生灭一定随着业力 随着因缘 随着心 此心 此业 此缘 一定都是这样 那么它会产生种种的变化 但是心是最主要的 我们常常要解决很多问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有不管什么样的变化 它都来自有三个因素 导致它这样或不这样 心 业 缘 心是主要的 当它变化的时候 你心不动 它持续不久 就好像你没给它添木材一样 也许因为你过去的业 也许因为你过去的业 或是现在感召的因缘 如果你的心不动 那么二业渐渐 没了就没有了 缘就渐渐不生 缘 浅会变深 深会变浅 那如果缘一直相续 业一直相续 那是因为你的心相续 你心相续照这个业 这个业 你现在所受的苦 假设这个是苦业 是恶业 恶业就受苦 恶业它就受苦 你如果要消除 假设你的心 在受苦的时候 是因为过去的恶业 是因为过去的恶业 你现在的心 不再照 不再照 我们这样讲 随缘消作业 淡墨照新秧 那么这个业受完 这个受苦只是一种现象 未来就不会了 未来就不会 为什么 从因果法则讲 你现在受苦是由过去的恶 过去的恶业 就是因为过去的心 不明白 所以照做过去的恶业 所以它才受苦的 那么你现在这个心不动 那么这个苦过去 未来就不会有了 它肯定会变好 因为你没有给它不好的因 好 那这个缘也是这样 那么你现在的心 跟着不好 你就会招感 过去的不好的缘 然后会相续 相续之后 这个过去的缘 就会来影响你造业 恶因是心 恶缘 那么就开始 你的心会 因为我们会受影响 那你这些恶缘 就会让你去造恶业 那么造恶业 因为受苦 其实是这样 那么现在这些缘 会成熟 还是由于你的心 导致你现在这个恶缘 恶心 会招感恶缘 恶缘 会让你的恶心 又去造这个恶业 这个恶业 就会让你的心 就受苦 那你如果不明白 不明白苦因 你的心就不断地动 不断地动 那么你就会不断地受苦 你没有办法解决 跟生死的道理 其实是一样的 那所以他这里 主要在跟你讲 你看我们就 既然有讲义 我们就稍微把它看一下 所以他说 那么得忍 得忍是什么 不是忍耐 是有智慧的 认可的 认可这种道理的 所以 这个阿安经 多界经里面有讲 如果真正 见法 见地的人 绝对不会持 一句作 两句作 三句作 千句作 百句作 然后怎么样 觉得自己怎样 可以离苦 见地的人 就是得忍的 见地 就是你真正 正见真上 你知道这个道理的人 这个在 我们上次讲的 多界经里面 那么 说到 见地者 绝对不会 认为说 你持一句作 两句作 千句作 百句作 你就可以离苦 不是的 它不是苦因 如果持这个作 就可以离这个苦 那个苦因就是什么 你没有持这个作 所以你会受这个苦 那么你现在持了这个作 这个苦就没有了 变成你不知道持咒 变成是苦因 其实不是啊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所以 它这里讲 就是说 你 得忍菩萨 其心不动 不喜不着 好 那么 这个底下的 我们再翻过来 翻过来看 它讲 你这个功用 种种 赞叹 贡养 心不生喜 那么 人家种种 毁骂 毁谤 心不生 称 这个叫做 露因 生 陀罗尼 露因 陀罗尼 好 然后另外 除了这样之外 还有种种的 你看 其实后来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陀罗尼 在大圣经典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现象 因为众生 众生喜欢 就是第一个比较偏向信仰方面的 所以 第一个有非常多的佛 跟非常多的佛菩萨 就是说 本来 一个释迦牟尼佛 后来有七佛 后来有三十五佛 有五十三佛 后来有千佛 有三千佛 有万佛 有这么多的佛 然后 菩萨也是这样 那本来只是两个菩萨而已 释迦菩萨 跟弥勒菩萨 后来就有非常多的菩萨 无量无边的菩萨 死亡三世 一切诸佛 诸菩萨 然后有非常多的三妹 种种的三妹 像这里讲 非常多的陀罗尼 那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其实是讲 因为众生有种种的问题 那有种种的方法 来解决这些种种的问题 那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他所好喜好的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 我们常常讲 比如说 我们最常拜的八十八佛 有些人过年会拜千佛 三千佛 甚至有些拜万佛 那这个是 真的有这么多佛吗 那么每一尊佛都要这样拜吗 少拜一尊会怎样吗 多拜一尊会怎样吗 如果三千佛 我只拜了两千九百九十九佛 那那一尊 少那一尊会不会就少一个灵感 他是在说什么意思 就是你拜一尊佛 一尊佛就来跟你加持吗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那么不管是佛 不管是菩萨 不管是陀罗尼 你看这里就有很多陀罗尼 有没有 极灭陀罗尼 无边玄陀罗尼 后来就很多了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这四种而已 好 那我们先来讲 佛菩萨的名号 这些都一样 佛 诸佛的名号 菩萨 非常多菩萨的名号 这个佛菩萨的心地流出的咒语 陀罗尼 其实我们说其实是陀罗尼 但是后来就变成咒语跟陀罗尼结合 好 那么这个都变成有无边的功德力 那我们先来讲佛菩萨的名号 先讲佛的名号这件事 因为我们很多人 像我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常常拜八十八佛 因为我觉得我业战重 那业战重就拜八十八佛 消业战 这个是一般人很常见的观念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讲 当然你还是可以拜佛 但是并不是拜佛就消业战 不是的 而是你要知道 第一个什么是业战 是什么业障碍了你什么 你是什么业障住了你什么 从佛法来讲 它基本上就主要是两种障 障解脱跟障成佛 主要是这样 当然还有很多种障 但是主要是这两种 是什么业障住了你什么 那你如果要消除 你必须要从那个 我们回到苦极灭道来讲 要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阴下手 那你是怎么造这个业的 你是怎么有这个业的 那你要从这边下手 好 那你并不是说 我拜八十八佛 就灭一切罪 以前我也这样想 后来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佛菩萨的名号 比如说好 我们讲千佛好了 我们常见的 本来是八十八佛 那八十八佛其实是三十五佛 加五十三佛的 是从这个起来的 最早只是七佛 最早只有释迦牟尼佛 后来变成七佛 过去现在未来七佛 过去七佛 然后后来就五十三佛 后来加起来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通常再加一个 法界让生阿弥陀佛 变成八十九佛 后来有所谓是千佛 千佛之后 因为我过去 现在未来有三千佛 那现在最多的就是 佛说万佛明经 拜万佛 有没有人拜过万佛的 拜万佛 那真的是有这么多尊佛 你拜的时候 就一尊一尊请下来 然后一尊一尊跟你加持 那么你拜了一万尊 你只要得到一尊加持 就很好了 那真的是这样吗 我告诉你不是的 不管你记得 因为很多道场过年 都会拜千佛 拜万佛 你拜千佛 拜万佛 并不是真的 你拜了一千尊佛 一万尊佛 不是啊 那么多么罗巴 赞瘫香佛 我拜下去 那么五国佛 那么无有佛 拜下去 一千佛很常拜啊 一天拜好几次啊 八十八佛 每一尊佛 即使佛佛道同 佛佛道同 这尊佛 这个道 基本上就是 这尊佛成就这样的道 正这样的道 真理 所谓是佛 就是觉者的意思 觉悟真理的人 是觉悟真理的人 必须要觉悟这样的真理 才能叫做佛 要觉悟的这样的真理 才能叫做佛 没有觉悟 因为他是觉者嘛 没有觉悟这样的真理 他就不能叫做佛 那这个真理是 更古不变的 法信 法住 法界 两千年前 两千年后都这样 美国这样 台湾这样 外太空也这样 三千大见世界都一样 那么中国人来修 也可以成佛 美国人来修 也可以成佛 只要你这个真理 他都可以成佛 叫做法信 法住 法界 那么所以 所有的佛 可以都是说一样 只有愿力不一样 度众的因缘不一样 那其实他所正的真理 他所具有的功德 都一样 都一样 没有哪一尊佛 比较厉害 没有哪一尊佛 比较殊胜 没有 其实是没有的 每一尊佛 都同等 殊胜 只是他度众的 因缘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个真理 佛法就是一个嘛 一个是真理 一个是正真理的方法 正真理的方法 这是教法 那么这个佛 美尊佛是佛佛道同的 他证了这个真理 他知道正真理的方法 告诉我们正真理的方法 让我们去证得这个真理 当你证得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也可以叫抉择 你也可以成佛 所以每一尊佛都一样 那你要证这个真理 你必须具有 证了这个真理 就具有这个真理的功德 这个功德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通常都把佛叫做什么 万德庄严 这个万事形容很多 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功德 具足 具足种种的功德 那一般来讲 比如说我们解脱 解脱要具足 比如说我们讲五根五粒 就讲五种就好 比如说五种法身也是一样 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 这个就是五种功德 那比如说我们讲五根五粒 五粒 信净念定慧 这个就是五种功德 但是 如果仔细来分 也会非常多 但不离开 佛的功德不离开 慈悲与智慧 那细分可以很多 可以非常多 那比较没有信心 所以你看那个佛的名号 我们看这个 陀罗尼的名号也是一样 菩萨的名号也是一样 就是说 它基本上就分三类而已 就不管你是什么名号 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 第一个 比如说无垢佛 无忧佛 比如说我们讲个 离烦恼佛 比如说怎样 真的是有这个无忧佛 离垢佛 或是无垢佛 那么这个是在什么呢 就是说它具有这样的功德 它无忧 离垢 或是离称 离称 或是除一切贪爱 基本上都是名字都是这样 就是 诸而莫中 或是除一切烦恼的 有这样的 所以你看佛的名号 里面有这个 就表示 你要放在 你拜这个无忧佛 你就要观察自己 无忧佛的特点就是 它没有忧虑 它为什么没有忧虑 因为它不丹念过去 它不期望未来 它不染着现在 它哪里会有忧虑 那么你要学习这个无忧 如果是你拜无够佛 你就要学习无够 那么有一些是 讲它好的 比如说 它得一切禅定 那么它得一切智慧 它的智慧 非常的光明 无量光 那么它的功德 像须弥山 那么高 那么你就要学习 你怎么样积功累得 如果 这个佛的名号里面 偏重智慧的 那么你就告诉你 你要修这样的功德 这个佛的名号里面 有偏重慈悲的 那么 这个你就要修慈悲 它其实就是告诉你 有一万尊佛 就告诉你 你要成佛 要修这一万种功德 其实是这样子的 它并不是说 以前我拜佛也是这样 不知道 以前拜这个佛 就觉得 想这个佛来加持我 拜这个佛 就想这个佛来加持我 那其实不是 是你拜了这个佛 你就想 我要学习这尊佛的功德 你拜了这个佛 我要学习佛 有这样的功德 一万尊佛 就是佛有这一万种功德 因为名字不一样 名号不一样 名以昭德 就是说 你拜这尊佛 你就知道 我要学习 就只是一尊佛 就只是一尊佛 但一尊佛 有种种的功德 就化成一万个名字 比如说 我们人也是这样啊 我们人也是这样啊 比如说 你是个医生 那么你看病人的时候 他就叫你 比如说姓陈 叫陈医师 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太太不叫你陈医师 叫你的名字 你是她的丈夫 你的儿子叫你爸爸 那你到你的同事 那你又是他的同事 你就有种种的名字 那你可能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你就不是医生的身份 你就是一个买菜的人 你就是跟那个卖菜的 你就是他的顾客 那你邻居 你不是医生的身份 你就是他的邻居 那么一个人也可以 你又医师 你会跟病人看病 你又会谈感情 那你又会怎么样 那你一个人也可以 具有很多种功德 就是每一个人 他都可以具有很多种功德 他又会这个 他会煮菜 他会读书 他会作诗 他会拜佛 反正都很多种 那么佛也是这样 具有种种的功德 那我们拜千佛拜万佛 其实就是 当你拜下去的时候 当你拜下去的时候 你就是知道 我要学习佛的这样的功德 一万尊佛就有一万尊的 一万个功德名号 三千佛就有三千个功德名号 那么你都必须要 因为 唯一的意思就是学习 向佛学习 那么我拜这尊佛 我就是向这尊佛学习 那么其实就是同一尊佛 其实就是一尊佛 那么有不同的功德而已 那么好 那么现在菩萨呢 那也是这样 光阴菩萨 地藏菩萨 普贤菩萨 从不同的门路 从信愿门 从慈悲门 从智慧门 但是 进去要修的都一样 都要同时具足 这一些东西 信愿慈悲智慧 只是我从智慧门路 我从信愿门路 我从慈悲门路 不同而已 不同而已 所以 我们不管念什么佛 什么菩萨 那现在不管念什么 陶罗尼 一样 他不离开这四个陶罗尼 文词陶罗尼 分别之陶罗尼 录音声陶罗尼 还有什么 十项陶罗尼 最后都要证十项 不管你 不管你 学缘起 学四地 学中道 最后都要证什么 所以你要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 要怎么修行 好 那我们就回到 我们先把这个 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要讲 那我们平常念的咒怎么办 那要怎么念 好 那先来再来看这个 这里是讲到 那么文词陶罗尼 录音声陶罗尼 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陶罗尼 好 再来翻到这个 大制度论卷儒这个讲义来 再来看另外佛法 有一种叫做四十二字 四十二字设一切语言的 这个我们也稍微讲一下 在第二页 卷二十八 这个第二页下面 录音声陶罗尼下面 什么叫做四十二字 因为我现在也有很多人 在修这个华语四十二字 那么我们会发现到 印度人本身 他其实 就是婆罗门 他重是重范音的 重那个范音 那有一些人就会认为 这个声音具有 包括咒语都是这样 你会认为有一种因 那么具有 微得力 你面对了那个因 对了那个频道 你就接收它的能量 我告诉你 你这样想 不是佛教的 这样想 你很容易跟鬼神感应 这样是很危险的 那一旦感应了 有一些能力的 特殊能力的时候 你就惨了 你就惨了 抓不回来 真的 那太区大师有一个弟子 他就这样 他也是念咒 他念大悲咒 念到很感应 那么念大悲咒 所以给人家喝 有些病真的好了 那一千个人里面不用多 只要有十个好的 这十个会再找一千个人来 就是他不用每个人都好 比如说 我今天念大悲咒给你们 只要有三个人 病忽然间好了 其他人没有好 这个三个人好 这个三个人 他会找一百个人来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那这个 那这个 这个太区大师的弟子 他念大悲咒 念到感应 大悲咒喝了之后 有的人冰的就真的好了 好了之后 一个传十个 十个传百个 那么很多人都来 让他加持 喝大悲咒 太多人了 他变成全部集中 他用傻的 但因为大家虔诚的缘故 有些人也好了 更轰动 更轰动 那么这个就造成什么结果呢 就名声援波 后来 后来那个军阀 就要把他 觉得他有神通力 把他抓去 把他抓去 希望他能帮他打仗 他的力量呢 没有了 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我们如果 其实你念咒 念佛 念什么 其实有时候 也会有一些感应 感应不是咒语的问题 感应是你心力 集中的问题 你想想 我们关呼吸而已 我们有没有念什么咒 得禅定的时候 还可以穿墙透壁 那个力量不是更强 对不对 还可以他心通 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还可以看到过去未来 那个力量更强 是不是 他有念什么吗 没有 他就是心力集中而已 心力集中 他就会有力量 但这种力量 也是表象的 提伯达多也有神通 提伯达多也有神通 外道很多也有神通 但是有神通 有许多外道 有神通 持牛戒 狗戒 做牛做狗 都畜生到 提伯达多有神通 然后他用神通来什么 来蛊惑阿者世王 希望得到他的名闻力养 供养 后来堕地狱 要害佛 堕地狱 那你说 他自己的力量 还不是鬼神给他的 他自己的力量 他都堕三二道了 那你说 别人给你的可靠吗 不可靠啊 所以最大的神通是什么 智慧 所以叫做大名众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 婆罗门里面 有些种声音 所以后来 开始有所谓的 他们也种什么音 什么音 最明显的就是 嗡阿哄 他们也觉得这个嗡 是宇宙的原因 最原始 最根本 具一切力量 的声音 那么你常常念 他就会受到加持 我告诉你 在佛教里面 基本上不讲 佛菩萨的加持 讲什么 讲法的加持 你这样修 就得到这样的功德 而不是你这样念 就得到这样的功德 不是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你一定要有这种观念 要不然你学佛 会越学越颠倒 越学越学见 越学越外道 你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这里讲到42字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他都是这样 一个咒是有很多字 你会认为 每一个字都有力量 他现在告诉你 行陀罗尼 文是阿字 即使入一切法出不生 你看 他一样 从这个字门 这个字门 基本上也是佛罗门的 他也是摄受他 然后告诉他 都把他归到哪里 你看 都归到无常 无我里面 你看 你念阿 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 阿字本不生 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 后面 比如说念阿 阿我不知道怎么写 但是他的范文 就是一个阿字 那阿在印度化里面 阿在印度化里面 比如说 阿弥陀佛的阿 阿在印度里面 是否定的意思 非的意思 所以阿弥陀佛叫做 无量观 无量寿 他是否定的 他前面有个阿 前面有个阿 他就是否定 或是无 无什么 无什么 阿拗多诺三秒三不提 无上正正正觉 无上 所以你念到阿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印度人才知道的 中国人哪里知道 除非你有学过范文 你念阿的时候 你就会理想到 阿就是无 所以 所以就是否定 阿的时候 就是知道 一切法 本不生 因为都是否定 否定一切法的实战 否定一切法的自信 因为阿就是无 不管你阿什么都一样 无上 无等 无 什么 无什么 前面加个阿 他就是否定 就是一切法本不生 所以他这里讲 他是引导你什么 引导你入无常无我的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出奇大圣 或大圣佛法 怎么射受这些婆罗门 那后来我们不是啊 我们在唱四十二字母的时候 华言字母现在也是一个法门 就唱四十二字母 就尽量把那个声音唱得美美的 唱得对 唱得准 然后唱准了 这个毗如这 我就放光加持你 没有 我告诉你 你这样修饰外道 他一样要什么 念这个阿的时候 好像念咒一样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思维他的意理 他到底是什么 阿是什么 一切法 你看 文是阿字 即使录 一切法出不生 或是一切法本不生 所以叫做什么 字录门托罗尼 那么你不管听到什么字 你都能够 不是无常就是无我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变成五百托罗尼门 那也一样 一样 后面有很多四十二字的 我看我在哪里有写 我们看第四页 翻过来第四页看 你看它就是这样 一字门 两字门 三字门 先看第四页就好 阿字 即知诸法从本里来无生 其实就是 你看都是什么 文诗修 文这个阿字 你去思考 阿是什么意思 阿就是否定 就是 就是无 就是否定一切诸法 就是 一切诸法 就是一切现象的存在 它是无字性的 那你看 文这个头截 文那个阿尼扎 一字 两字 三字的 也是一样 那你看阿字 罗字 你看 一切法离构固 有没有 罗就是离构 这个是印度人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他是教授 其实他就是告诉这些印度人 因为印度人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在唱华言字母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智慧的 根本是外道的唱法 就 阿 罗 我们就这样唱 他有一个音调 我不会唱 他们有些唱得很好听 你就变成在那个 执着在那个声音 然后执着这个声音 有这种力量 完全是外道 那你要唱的时候 你就要思维 阿是什么 这个为什么会讲这个 这个就会讲到 我们念咒 他一样是 一样去思维 等一下要去怎么思维 你看罗 连波 这个其实他四十二字文 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 日文的阿 伊 吴 阿 欧 就是像这样 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 不不不不 念波音 念波音 念什么音 但是我们这个是没有意思 但是他们是有意思的 念咒 最后是土 最后一个字 那你看 诸法边境处 最后一个字 诸法边境处 不可得顾 不忠不胜顾 你看他所有 不管你念哪一个字 都一定跟你 回归到什么 离构 无常 无我 无自信 都是离到 都是回归到什么 石像这边来 一定是告诉你这样子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大圣佛法怎么射受 就是初期大圣 怎么射受这些外道 婆罗们 用他们的方法 那么引导他们怎么样 引导他们入石像 就好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 加流投影 你就此啊 然后告诉你 我有一个咒 波中明咒 很好用 比你那个咒更好用 但是你要 你要拿什么跟我换 那没有 你就做 你就服侍我跟我换 好 我就教你 最后他教他什么咒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你看 他如果用念咒的方式来念 念一辈子也不会有 不会有感应 他告诉他 你念这个咒 要思维他的道理 他真思维了 怎么样 入石像 所以 那怎么念咒 就牵涉到 那我们现在 要不要念 那如果要念 要怎么念 就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先跟大家讲这些 让他知道 有这些东西 所以 陀罗里还有一个就是 他种词 摄词 他不会忘诗 从这几个字里面 他就摄受他的道理 所以他这里讲 文以授词 终不忘诗 得陀罗里 这个是文词陀罗里 这个只要是文词陀罗里 所以他看到最后面 看到最后面 第四页的最后面 他说 一切的三昧 有种种三昧 一切禅定 一切陀罗里 接从什么 接从波罗 波罗密众生 其实最后都要回归 智慧 所以才说 波罗是大明咒 其实才是这样讲 那智慧一定是四个层次 叫做什么 文 诗 修 正 重点是在诗 那真正产生力量 是在修 但是你不诗 你修 就不能得真实力 你的修 就是外道修 你以为 我就比如说 往生做 阿弥陀佛 也就一起念念念 念三十万遍 就能往生 以前我听说是这样 所以我很努力念三十万遍 是这样吗 不是 如果以阿弥陀经来讲 往生三支两是什么 信愿行 那你说你念三十万遍当中 有没有信愿行 不一定 要看你 对不对 要看你念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再看往生做 到底怎么样念往生做当中 得信愿行 以阿弥陀经来讲 就是要信愿行 以无量寿经来讲 要怎么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一向专念 回向花园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那你要看你念 当然无量寿经没有做了 其实阿弥陀经也没有做了 那时候后来 求纳巴托罗把他加上去 就要一个往生做上去 就好像心经本来也没有做 我们讲过 讲义里面看 他其实是 其实是凑合起来的 编起来 从波勒经里面 魔后波勒经 凑合起来 咒语是后面加上去的 再从其他的部分 拿来 拿来加上去的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 射受那一些婆罗门 所以 他说一切都 从波勒生 所以 有这个波勒 波勒密托罗尼 就是大明咒 能持一切佛所说法 这个是我们稍微 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了解一下 托罗尼跟咒的不一样 然后还有所谓的 四十二字门 那我们说 念千佛 念万佛 有些人也谈念咒一样 就念了这个佛 名字佛就加持他 念这个咒 这个威德力就加持他 不是这样子的 念佛是要跟佛学习 那么佛的哪一个名号 就表示他有哪些功德 比如说 他讲到精进 这个佛的名号里面有精进 就表示你要学精进 这个佛的名号里面 能够舍一切 你就表示 你要能够平等舍 反正类似像这样 好 那这个是讲到托罗尼 那我们再来 另外再看 你要看另一段讲义 讲这个咒了 好 现在要讲咒了 开始要讲咒 那这个咒语到底能不能解释呢 有没有意思呢 我们现在现一个前提就是 咒语不是佛法 这是第一个 那后来为什么变成佛法 我们就说 他初期大乘还没看到咒语 转成托罗尼 托罗尼又跟咒结合 那是变成现在 我们的咒语就是婆罗门的咒 早期还不是 那后来用这个咒语来射授这一些人 就有点像什么呢 印度也没有抽签的 印度没有嘛 对不对 到中国来 我们都是抽签拔杯的 所以后来很多寺院也有签筒 只是那个签写的是佛教的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去南传也有 我去南传也有 就抽签头进去 他掉出来上上千 叫你要多布施多持戒 那类似像这样 那么这个也是方便 这个也是方便 前不久有一个人问我 就包括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顺便拿出来讲 地藏三经有一本经 叫做 詹查善恶夜报经 这个也是一样 跟咒语一样 只是它是比较中国式的 这个我们也随便讲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前几天才有人问我而已 这地藏三经之一 因为也有人在弘扬 也有人在推广 那詹查善恶夜报经里面 有一个跟咒语类似的 是什么 詹查木轮 有没有 你们大家看过吗 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流行 有一个长老也在推广 之前那个偶遇大师 也都是用詹查木轮 来看他借相亲不亲近 那詹查木轮 詹查木轮 有一点像我们的拔筊 然后你会发现到 大圣佛法里面有一些 就是有这种方便 然后你把方便当究竟 就麻烦 詹查木轮 他有做那种六角形的 然后就是 反正就是一样 你看 练托罗尼也一样 练咒也一样 前面都要摘接清静 练药师咒也一样 药师法也一样 都一样 说八观 摘接 摘接清静 我们来看哪里 看刚刚讲那一张 大碑座那边 最后面第四张 他告诉你 你要 就这也是这一张 大碑座 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这一张咒语的这一张 最后面大碑座那里 就是你要念这个大碑座 你必须 我看一下他有写面 你要 你要摘接 最后面 若善男子善女人 宋慈此神作者 发广大补迪心 四度于心 就是你要发补迪心 然后又怎么样 你看 深慈栽戒 于诸众生 起平等心 有没有 然后 长宋慈作 我们的那种 就是养成你那个定 专注 然后注于尽是 早欲清净 着尽衣服 玄翻蓝灯 香花百味饮食人 共养 自心一处 你如果看药师经也一样 药师经也是这样 你看法伐经里面 它有些也是这样 你后来你会发现 大圣经典 第一个就是他会参 参这些外道的这些作法 然后他的重点 所以你看 他的重点不在送这个咒 重点在那里 重点在发心 发菩提心 而且什么 宰界 而且在众生起平等心 而且就专注 就是专注送这个咒 所以他中间就有什么 中间就有戒 定 有没有 然后你再去理解 这个陀螺女的相貌 有没有 这个就会 有没有 就是把戒定位 掺在他那个仪轨里面 他目的不是这个咒的威德利 目的是你为了得这个咒的威德利 照着他这样如法 修的时候 你就得戒定位 有没有 有没有 要师经也这样讲 但是你就会误会 你这样做的时候 真的得到功德了 你就会觉得 是咒的威德利 不是 不是 是你发菩提心 然后持栽戒 然后众生起平等心 是这个戒定位的力量 让你得 让你得这个殊胜的 但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这个会的部分没有 你还是会有感应 因为你有戒有定就有 你持戒清静 都会得天灵感应 给你送饭了 拜托 对不对 你得众鬼神亲 道高龙虎虎 你只要持戒 鬼神会扶持你 那你持戒清静 行持善 天神会扶持你 但是你只有真正 有智慧有慈悲 才会跟诸佛菩萨相应 他也不是加持你 他护念你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 真正的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后期的这一些 这一些佛法 他为了受这一些的人 就好像我们一样 这寺院里面 以前都是拜神的 拜妈祖的 现在你要来学佛了 可是我以前拜妈祖 都是拔背签 现在没有背个拔 没有签个签 没有那个签可以抽 我就觉得怪怪的心不安 那我就给你在观音菩萨面前 你就拜观音菩萨 跟观音菩萨抽签 抽里面的签都告诉 你要持戒 要修善 要去恶 那你就相信签 我跟你讲 你要受八观摘戒 你要持戒 你要持五戒 你不信吗 你抽签里面 就告诉你要持五戒 观音菩萨告诉我要持五戒 我要去持五戒 那不就这样吗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翻遍色受 那你会发现 法华经叫做 先与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你慢慢慢慢 你就越揽着 越揽着 你就觉得这个菩萨好灵感 真的我照菩萨这样就得这样的功德 不是 那个是你如法受死 如法就有的 今天就是 没有观音菩萨 你这样做 一样有 是不是 就好像说 这个医生告诉你 你这个回去 那么多吃 多吃龙眼肝 你的身体就会好 那你回去照医生的话讲 吃了龙眼肝 你说这个医生好厉害 告诉我吃龙眼肝就会好 那我真的就好了 这个医生好厉害 是 医生是厉害 但是你又要吃 那么吃那个龙眼肝 谁来吃都会好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你不知道而已 现在告诉你了 现在比如说 我不是医生 但是我告诉他 你这个吃龙眼肝会好 你又不是医生 这个医生跟他讲了 他就很信 一样 那你在观音菩萨面前抽签 你就觉得是观音菩萨告诉你的 所以一般人 一般人比较重这个 所以后来你又看大圣佛法里面 加了很多咒语 加了很多一般人的 比如说斩查三十月报经 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 那一样 就是有一个人 他在修斩查木轮 那么斩查木轮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有一个六角形的那些轮 那你也一样 他一样他一样是这样 你要宰戒清净 然后要众生起什么心 然后专注 然后再去用那个木轮 然后你要问什么 你就问 那问我 那比如说 问我这个 十三月里面 哪一种善业比较强 十二月里面 哪一种恶业比较多 那你哪一种善业比较强 哪一种恶业比较多 你要问那个木头吗 你要这样 这个一心专注 栽戒清净 都一样嘛 然后好 让我知道 我现在心里面 哪一种善业比较强 然后他有这个 里面有很多这种 比如说你布施 持戒 忍入 你就这样弄 我的布施善业比较强 这个要问这个吗 我哪一个烦恼比较重 我的称心比较重 需要问这个吗 问你自己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用智慧观察 我在什么时候容易起称心 常常起称心 你就知道称心比较强了 你还需要栽戒 木浴 早遇 清净 然后再用斩茶木 来问你自己吗 那你持戒 清不清净 要用这个来问吗 不用 对不对 好 那就算你 沾茶出来的是 持戒清净 那就表示你以后 就清净了吗 不是吗 沾茶出来的是不清净 就表示你以后 都不清净吗 也不是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道理你要知道 所以佛法基本上 佛法就好像说 我就讲过嘛 有一些人比如说要盖试院 要去找那些 有灵通的问一下 我试院盖在这里 会不会新胜啊 试院盖在哪里 会不会新胜 这个有一定的吗 这个是看你主持 试院的人 怎么主持的嘛 是不是那个地方 就会让他新胜 不是嘛 新胜是你这个人 他怎么样来 来运作这个试院的嘛 跟盖在什么地方 没有 没有很大的关系 以前不是有一座 弱势名吗 山不再高 有仙 则明 水不再生 有荣 则灵 那试院要新胜要有什么 有道人 有道人 对啊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嘛 那你要先去问这些鬼神 我试院盖在这里好不好 问那个灵通者 我大门朝这个方向好不好 好不好 他会知道 好不好 有一定吗 不一定啊 看你怎么 现在好 不代表你未来要好啊 对不对 现在不好 也不代表你未来不好 现在好 你必须要知道 他为什么好 你要让他怎么延续 现在不好 你也要知道 为什么不好 你可以改变他 一样的道理啊 你现在身体不好 你要知道 我为什么身体不好 怎么训练会让我身体好 你现在身体好 你要知道 我现在身体为什么好 你怎么样保持 让他继续好 其实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 回到苦即灭道来嘛 你要知道他那个因 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那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变成 你信这个 那个就是外力 你越信外力 越求感应 越容易被鬼神捉弄 真的 因为那种是 你那个又不正见 不正见 你容易感应到佛菩萨吗 不容易啊 那你这样一次一次 不正见 久了久了 你遇见的都是 不正见的人 以后死了 再来的时候 会生到不正见的家庭 遇见不正见的人 然后就会很欢喜 因为以前就很熟啊 现在看到就怎么样 很相应啊 所以你就一直相应在 邪见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 这个是你以前常常做的啊 这个是你以前 常常在一起的人啊 因为跟你在一起的 你修的法 跟你在一起修的 同行同恨的 都是这些不正见的 都是求感应的 那么你还希望 你能够好到哪里去 你未来 你现在遇见的 都是这些人 相应的 都是这些法 你死了再来 还是一样 为什么 此心此夜此缘 我们走的时候 是依业 依习惯 跟依信念走的 我们带走的是这个 来的 一样把这个带过来 把过去的习惯 过去的夜 过去的缘 已经过去的心 的心念的习惯 带过来 以前就喜欢求感应 再来的时候 看见有感应的 马上就好像 苍蝇 看到大便一样 就飞过去了 就黏在那里了 怎么闻都怎么香 你看到佛法 也觉得也是好 但是没有多久 又飞过去了 所以你会看见 邪见的人特多 所以 为什么那么多人 看起来那么有智慧 有知识 妙禅的 妙天的 如圣燕的 为什么 他们那么 他们那么相信 一般正心的佛教 就觉得 那个人好愚痴 其实我们 在佛教里面 我们很多做法 也很愚痴 为什么 没有正见 没有苦极灭 没有四地的观念 你今天修这个法 你一定要知道 我修的是什么法 为什么这样修 它如果有效 作用是在哪里 是怎么样产生作用的 今天你问佛 问菩萨 菩萨告诉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有效了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有效 没有效了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效 今天你自己做了 自己用智慧去判断 没有效 你会在智慧去纠正它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 出问题 有没有 环环相过 就缘起头道理 持有故彼有 你会知道 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你会去修正它 如果有效 你会知道 这样这样是有效的 所以正路了之后 你会回过之来 这样的方法 绝对有效 因为你是透过智慧 透过智慧去觉察 去知道的 所以这个有效之后 你就知道 这样是有效的 几次之后 你就知道 谁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要得到功德 我们要消灾免难 我们要征服征受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没有说有一个长寿 有一个长寿灌顶加持 你就长寿 没有长寿有长寿的因 短命有短命的因 那么你了解这个因之后 你就这样去做 那么基本上 你就是从四地的道理 那如果做了没有效 那你要从缘起的角度 去观察 就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然后再去修正 因为你没有掌握到 关键的因素 你可能第一个没有效 第二个有效 但效用不持续 那个就是 你还要从缘起的角度去观察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 所以无名形 四名色 人物到最后是苦 忧悲劳苦 然后忧悲劳苦的最前面 就是什么 爱取 你直取什么 然后直取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六根对六成 四名色六处 处受爱取 那这些最根源是什么 为什么会直取 无名 没有智慧 过去到这也是没智慧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智慧去观察 一切的现象 身心的现象 苦的现象 都是从哪里生起的 绝对不要只是靠 咒语 靠佛菩萨的名号 靠一部经的威德利 然后你就要解决一切的问题 没有 靠一场华会 大家来帮你诵经 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没有 没有这种事 佛法里面没有这种事 外道才有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来看这个咒语 现在来看这个准题咒 稍微讲一下 我们是讲到几点 11点半 好 现在来看准题咒 准题咒是我们 也可以说常念 也可以说不常念 平常念都是在 节哉的时候 对不对 吃完饭节哉的时候才有念 准题咒号称 号称就是 可以清净的咒 就是说有些咒 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不能念 这个是一般的说法 我们现在讲了 一般就是说 你上厕所的时候不能念 误会的地方不能念 不恭敬 但准题咒 那么误会的地方都可以念 表示它什么 表示它微得利俗胜 那平常你念咒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 你念的时候就不恭敬 准题咒不会 它好像可以解读一样 化会这样 除会 但是其实所有的咒语 我们先讲 就是陀罗尼跟咒不一样 那咒语其实是外道的 但是后来佛教 那么用陀罗尼来转换这个咒 只是到后来 陀罗尼又被咒转换过去了 大家又变成只是知道念咒 那陀罗尼是有意思的 就是智慧的文师修正 那一开始这个咒也是有意思的 其实它都是有意思的 那后来就变成认为 受了这个婆罗门的影响 咒有甚深的含义 不能够知道它的意思 就算有意思 你也不能知道它的意思 其实不是的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准题座 南无萨都南三妙三菩陀 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 南无就是皈依 所以它都是 你看哦 准题座就是准题菩萨 不过我们要先讲一个观念 这些菩萨 原来的菩萨 原来的菩萨 它的名号 其实就代表 他这个人 比如说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的特点是大悲心 他从悲心入门 那地藏菩萨 也是悲心入门 只是他的悲心 状态不一样 地藏菩萨的悲心 比较重在那些 比较刚强 南条南弗 比较苦的众生 散热道的众生 观音菩萨的悲心 是比较偏一切众生 哪里有困难就哪里去 那地藏菩萨的悲心是 哪里最苦就去哪里 这个是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从悲心入门 那这个普贤菩萨 就比较行辞入门 就是我们一般的行辞 但是做到最就近 礼佛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广秀共养 其实就是一般的修行 但是他都把它做到最就近 跟法相应 然后立一切众生 那文书菩萨就是从理解 从解门 普贤菩萨从行门 所以行解相应 行解并进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这些就是 所有的菩萨 一开始基本上都是 给你一个修行的方法 引你入门的 其实都是这样 那一入门了 要修得都一样 那这里后来的所谓菩萨 那菩萨都是人 菩萨都是人 都跟我们一样的人 那后来为了射射这些 婆罗门的这些人 他们的神 婆罗门的神 如果你到印度看 印度的神都是怎么样 他有几个特点 一个都是 他不是正常人 什么叫做不是正常人呢 他有两个头 有三个头 有四只脚 有六只手臂 类似像这样的 有三个眼 这种 你看印度的神 你上Google 随便查都有 他们基本上都是这种型的 所以原来的 法华境里面的 观音菩萨就是人 最有一个悲心 发菩提心的人 这样而已 到了大密教的时候 千手千眼大悲心 佟人年的时候 那观音菩萨已经变成 一千只手了 那个就是什么 婆罗门化了 婆罗门化了 就是说 一开始 印度的神里面 他有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 他不是正常人 所以印度如果 生出一个畸形的人 人家都会去拜 有没有 四只脚的去拜 就对于他是神再来的 第二个就是 他们有做起 后来我们有受影响 观音菩萨就起龙 然后地藏菩萨就起 那只不知道是 叫狗还是什么 不晓得 然后这个普贤菩萨就起象 文书菩萨就起狮子 就变成这样 印度的梵天 好像是起孔雀的样子 后来孔雀就变成 我们的孔雀 孔雀明王 像这样 其实这个都是 印度神转化的 那当然 佛法后来 尤其是后起的大圣佛法 为了转换这些印度 婆罗门教的 所以他会用同样的概念 然后跟他换过来 那这个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的 像准提菩萨 好像是六支手臂吧 六臂的 有四臂的观音 六臂的准提菩萨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 我们讲印度教的神的概念 那我们来看 这个准提 皈依 皈依就是学习 我皈依观音菩萨 我就跟观音菩萨学习 学习什么 学习观音菩萨的慈悲跟智慧 我皈依地藏菩萨 南谋地藏丸菩萨 我就跟地藏菩萨学习 南谋文书师利菩萨 我就跟文书师利菩萨学习 他是从智慧门路的 我就学习他从智慧门路菩萨道 到最后都一样 他是从慈悲门路的 我就学习他从慈悲门路 因为跟我相应 连像这样 所以前面都是南谋 你看所有的座都这样 就是我跟这个菩萨学 所以你拜千佛 拜万佛也一样 我跟这个佛学 那么三秒三佛陀 那其实就是正片之 那么皈依 七正片之佛 据知难就是千亿的意思 一亿 一亿到底是多少 其实不一定 有时候是十万 有时候是百万 有时候是千万 那么大支他 就是吉授咒约 这个常常见 吉授咒约 安 就后面 后面这个才是真正的咒 后面这个才是真正的咒 那你会看到咒都很简短 前面那个还不算是咒 前面那个其实就是 皈依 准提菩萨 有时候叫准提佛母 那么 你看这个奥就开启 你看要是作为这样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转动流转清静 萨伯后就是圆满就静 那么你看他下面的解释 皈依七千万如来 其实这个都是 这个吉授 后面那个打子打后面 才是真正的咒 就是随着准提菩萨 前进 成就圆满 就是这样 就简单的 就是我跟准提菩萨学 学什么 学准提菩萨的清静 清静心 所以他在厕所能力是什么 他不会这个臭味啊什么样 因为我们在厕所 就会感到不清静 但是 但是你念这个准提咒 你就不会 你可以去掉这个污秽 去掉这个污秽之下 你的心没有分别 你有清静心 你到哪里都清静 所以是学习准提菩萨的清静心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见到那些可恶的人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 业障深重 有没有 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可恶 这个实际上 你看到他可恶 就好像看到他是一头大便一样 你心里面会起什么 嫌弃跟什么 厌恶之心 就好像我们嫌弃大便 跟厌恶大便一样 很怕不小心被他 被他沾到 我们也变得不清静 那么如果你是 念准提咒 就是说 你是皈依准提菩萨 像准提菩萨学习 准提菩萨 第一个 他不会觉得他不清静 而且他会想办法帮助他 用自己的清静心 去让他变清静 所以便不是说 你这个地方很脏 你念了准提咒 这个地方就会变干净 不是 就好像我们人 撒大便做水一样 我们有时候在做法会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撒那个大便做水 念到哪里 哪里就变清静 以前我不知道的时候 以前就撒大便 因为要去结界 然后要水到哪里 就要撒念 那么就念那个干露水 然后念了之后就觉得 所有的不清静的 都赶快离开 被水喷到了 不清静的都赶快离开 其实不是 而是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 不清静的 我都让它变清静 所以叫做火焰化红脸 不是用水去灭这个火焰 不是 不是把火焰除掉 然后来种红脸 不是 是把原来不好的 变成好的 所以心脏够会需坚处 令此道场 需清静 并不是把脏的扫出去 不是 把不好的人赶出去 把那些恶鬼 不正见的都赶出去 不是 把那些有承认心的 有贪心的 有不正见的 不正见的让他变正见 变有正见 贪心的让他变 有不思心 称心的让他变有慈悲心 你看所有的咒 都会讲这个功德 都有 所有的菩萨 你不管是读维摩吉经 读普门评 读地藏经 都一样 那个没有正见的 那个杀生的 就告诉他短命多病报 地藏经讲的 那个邪隐的 就跟他讲鸳鸯割却报 一样啊 让他变成什么样 转变那个什么 转污秽为什么 为清静 这个才是念准提咒的 所以你看 归依诸佛 随着清静的菩提心 前进 你有的菩提心 然后你的心 因为我们在五着二世 我们在五着二世 那么我们很容易受到 五着二世 不好的人 不好的事 不好的缘 受影响 而变得我们也不好 那么你现在 如果你真的念准提咒 你要掌握的就是 我要保持我的清静心 就好像念六次大明咒一样 出乌你而不难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那你不要想成说 我念了准提咒 一般我们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假设这个植物有毒 我们念了准提咒 可以把毒化掉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而是说 基本上真正的毒 不是食物的毒 而是心里面的贪嗔痴三毒 那你随时在化掉 你内心中 贪嗔痴三毒 其实是这样的 那你没有 有些人 做我们在修准提法 那他们的修法 基本上是 认为有一个准提菩萨 那么你念他的名号 念他的咒 然后他就加持你 一天加持一点 就好像在充电一样 然后充到电门了 你就可以发光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们说过 真正的加持 不是佛菩萨的加持 是法的加持 你这样修 你常常 你常常保持 你的身口意三业 所有的佛法 都是在让身口意三业 清净而已 所有的佛法 都在念身口意三业清净 所以准提菩萨 是代表清净心的 其实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 所以也可以讲 所有的菩萨 都是准提菩萨 为什么 没有一个菩萨 不会 没有一个菩萨 是因为揽屋心 而成为菩萨的 都是因为清净的菩提心 而成为菩萨的 而有菩萨威德力的 其实是这样的 你的威德力来自于 你的清净心 身口意清净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念准提座 假设 我们现在吃完饭 节哉 一般是节哉念的 那么节哉念的时候 那么你就吃 因为我吃了这个饭之后 一般是 清净心思在 吃饭前跟吃饭后 吃饭前就是 你对这个食物不起分别 这个好吃 这个不好吃 这个煮得怎样 这个主要 你起那个嫌弃心 起贪嗔痴的心 那就是我们叫做 十存五官 就是你不起那样的分别心 嫌弃心 就是懒无心 那么吃完饭之后 吃完饭之后 因为这个就是 要让你修行的 你吃这个之后 你节哉 你念这个准提奏 那么你念的就是 其实就是 我皈依准提菩萨 我向准提菩萨学习 学习菩萨的清净心 那么我今天受用这个 那么我以这个清净心来修行 其实就只是这样 让你保持这个清净心 那清净就是 你遇到好的 就好像前面的陀罗尼一样 遇到人家诽谤你 你不生承认 遇到人家赞叹你 你不生贪爱 其实这个就是清净心 那你要常常保持这个清净心 好 那现在来看往生做 那往生做 我们也很常念 来看 往生做 他叫做 拔一切业障根本 得生净土托洛尼 你如果看到 陀多洛尼 其实 你会发现 他做是除一切罪 灭一切罪 拔一切业障 都是这样的 他又称 是甘露做 往生净土神做 他说往生做 他出自于 这个弥陀不施于神力传 一般来讲是 求那巴陀罗翻译的 早期 纠摩洛尼翻的时候 是没有往生做的 后来才有 求那巴陀罗是比较属于 比较后期的 正常违心的 我们来看 这个往生咒语里面的咒语 他说 南无阿弥陀佛耶 达德加德耶 基本上也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 我皈依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 无量光无量寿 皈依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 我向阿弥陀佛学习 皈依药师流利光如来 也是一样 我向药师流利光如来学习 那你既然要学习了 一样 药师经也这样讲 无量寿经也这样讲 你既然要学习这尊佛 你就知道他要怎么成佛的 佛在成佛以前叫什么 叫菩萨 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 比如说 我皈依 比如说他这里都是这样 皈依尊普提菩萨也一样 我皈依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耶 大德甲德耶 大德甲德耶就是如来的 阿弥陀如来 无量光如来 闺蜜无量光如来 那么佛的前身 佛是果 他有这样的功德 是来自于他的因 一样是因果关系 就是他嫌菩萨道的时候 嫌菩萨道 嫌菩萨道死 鸡公雷德 无量寿经也是这么讲 到圆满才成佛 就近圆满才成佛的 所以你要学习 皈依就是学习的意思 真正来讲 真正来讲 佛你是没办法学的 你要学佛 要先从哪里学 从菩萨学 因为佛 每一尊佛都是行菩萨道成佛的 所以你要学这尊佛 你要学这个佛行菩萨道 你看所有的大圣经典都这么说 所以他在讲究 究竟佛的殊胜的时候 这个佛有多殊胜 有多殊胜 究竟圆满之后 才有这些殊胜功德 才有这些殊胜 怎么殊胜 怎么殊胜 是来自于他积功雷德 所以他在讲这个菩萨的时候 他一定有讲 菩萨一定有发愿 比如阿弥陀佛 我发48大愿 我们叫我发大愿 通常都用四弘四愿来总刮 但是基本上有发大愿 比如说阿弥陀佛有发48大愿 药师路也发12大愿 有一些菩萨他就有发愿 有一些还没成佛的菩萨 也一样有讲 但是佛一定是行菩萨道的 所以 第一个就是发菩提心 发怎么样的愿 然后之后要怎么样 依愿起修 你发了这个愿 你就要依这个愿去修行 你必须要这样 所以你归依哪一尊佛 你一定要先去理解 这尊佛是怎么成佛的 他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都做些什么 他都怎么做 你一定要先知道 不然你怎么学 你要怎么学 你不能学啊 你学就是要从他的音学起 才能成成果 就好像你去问李小龙 他功夫很好 他是怎么训练的 为什么会这么好 那你要跟他一样训练啊 你是怎么吃的 吃到这么壮 那么你要跟他一样啊 你如果这样 我这样做可以 你这样做也可以 一样的道理 所以一定是从他的菩萨道的音上去做的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念南谋什么 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谋阿弥陀佛 南谋要师流利光如来 南谋观世音菩萨 南谋地上菩萨 南谋文书实地菩萨 不管你念南谋什么 所以我们讲拜千佛 拜八十八佛也是这样 南谋多谋罗巴沾谈香佛 但是因为我们拜这个佛里面都没有 很多都没有这个佛里面的 评伙到的内容 我们只能从名字上去 知道我们要这样做这样做 实际上比较具体的就是 这个佛到底是怎么成佛的 这个菩萨到底为什么变成这么殊胜 你看普门评他就跟你讲 观音菩萨为什么这么殊胜 地上就跟你讲 地上菩萨一开始是怎么样的 他为什么这么殊胜 这个是讲这么多是要告诉你 要照这样修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归命无量光如来 然后这个菩萨道 所以你一定要从 心愿门也可以 从慈悲门也可以 从智慧门也可以 不同的门路 那么你看 后来一样 你看都一样 大地耶达 就是大支塔 一样 就是集收咒约 这边开始才是真正的咒 那咒就是种词的意思 即使它是陀罗尼 应该佛法也是讲陀罗尼 但是陀罗尼跟咒后来混在一起 后来就讲咒 那么陀罗尼就是种词 从这些字里面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42字 从一个音 它也不是一个字 它就一个音 那个阿不是字 它是一个音而已 就好像ABCD的A一样 它是一个字而已 一个音 从这个音里面 你就去思维 如理思维 其实是这样 后面就讲这个陀罗尼 他说阿美尼多勃比 其实是甘露 阿美尼多西丹勃比 就是不死的甘露 成就的甘露 那么散播的甘露 阿美尼多比加兰地 阿美尼多比加兰多 就四种甘露 它甘露其实就是不死药 常生药 无生 所以他讲 你看它有四种甘露 有神力的甘露 神力就是殊胜 威德 那么这个传播的 那么散播的 成就的 那么出生的 就是生者就是出生 那么可以让你导致 可以让你得到的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其实甘露 基本上就是解脱了 就是解脱 可以让你解脱的 切迷尼切切那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它 这个下面的解释 说归一无量光如来 归一阿弥陀佛 后面才是真正的做了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 从前面开始就是做了 其实不是 其实就是前面都是 我像这个准提菩萨学习 我像观音菩萨学习 我像什么学习 其实是这样 但有些也没有翻前面那些 有些就直接翻咒 通常有些就是 前面都一定加一个 一定都加一个 我要向这个菩萨 向这个佛学习 然后就开始念这个咒 咒是种词 就是托罗尼 一个音都可以 让你入无声 何况这一些 所以我们像六字大名作也一样 所以他说 阿弥陀佛是甘露生者 就是你学习这样的阿弥陀佛 学习阿弥陀佛 可以让你怎么样 让你成佛 所以是甘露的成就者 甘露的散播者 甘露的殊胜神力者 那么愿普天下赞叹阿弥陀佛者 一切就圆满成就 那其实是念往生做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 就往生 那么要看你有没有信愿形 那你的信愿形 要怎么产生 你看这个作就会有信愿形吗 信是信什么 信阿弥陀佛 那愿是愿什么 愿往生吗 这是一个 那是愿成佛才是 以无量寿经讲 真正的愿是愿成佛 像阿弥陀佛一样成佛 你看阿弥陀佛也是这样 阿弥陀佛正法善比丘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的佛叫做四字在往佛 他也是我希望跟四字在往佛一样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修行的 我也要这样修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真正的愿是愿成佛 愿度众生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要能够念往生咒 起信愿形 或是有往生的滋养 你必须要读无量寿经 或是读阿弥陀佛经 你不读经 这个种词是因为你有这个经 那么你再收舍起来的 就好像你读过心经之后 你再来讲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你才知道什么是不依 什么是不依 什么是不来不去 什么是不禅不断 什么不是不生不灭 你要读过之后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如果你都没有读过 那你单单念那个大明咒 你就会得到大智慧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因为你都读过了 你都明白了 你收舍 用几个字就收舍这一部经 那就是可以 一样 所以你念往生咒 有没有办法产生信愿形 那要看你 你不理解 阿弥陀佛 你都不晓得 极乐世界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 要怎么去极乐世界 去了极乐世界做什么 为什么 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一直念 你有办法产生信愿形吗 你的信愿形 也不是往生的信愿形 你那个信叫做盲信 你那个信不是正信 没有理解的嘛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怎么念阿弥陀佛 那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真的要念往生咒 你必须 比如说念往生咒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知道 往生的知量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一向专念 回向花月 那你为什么要往生 为什么要念佛 其实真正念佛 也不是要往生的 而是要什么 要跟阿弥陀佛学习 所以他前面第一个 都是兰谋 归一 我跟阿弥陀佛学习 那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往生到哪里吗 没有 他是什么 他是庄严国土 成熟众生 他创造一个净土 来让众生修行 那么你如果 他是庄严净土 不是往生净土 所以我们要 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不一样 菩萨庄严净土 众生才往生净土 那么如果你要发菩提心 当然如果从无量寿经 跟阿弥陀佛经来讲 也是一样 我去那里修行 那么真正你要跟阿弥陀佛学 你看阿弥陀佛 法战比丘的时候 四字在往火 已经给他看 210亿的佛国土 四字在往火 只给 就是给各个法战比丘 看210亿的佛国土 法战比丘有没有说 哇 那个地方是哪里 怎么去 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他怎么讲 这些佛到底都是怎么成就这样的 告诉我 我也要成就像他们一样的功德 你看 他是这样讲的 所以法战比丘是庄严净土的 那么什么是求生净土呢 韦提西 韦提西是求生净土的 所以无量寿金 光无量寿金 是两种不同的净土 韦提西是因为 他的儿子阿者四王 把品薄梭罗网关起来饿死了 然后因为他去送饭给 送饭给这个 也不是饭 就是装了很多果汁 营养的东西 给品薄梭罗网吃 那个儿子很生气 也要把他管起来 然后他就 他就心里面觉得 做皇后 觉得我到底是过去做什么念 为什么会生这样的儿子 会受这样的苦 他是佛陀的大户王 佛陀有两大户王 就是品薄梭罗网 韦提西 这是一个 一个是 谁啊 波斯逆王跟莫利夫人 对啊 就摩基脱果的跟 乔萨楼果的 国王皇后 然后他 他在受苦的时候 他就念佛 一般就叫 这照光明亮说已经说的了 所以 他就 他就说那么 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 有没有哪一个好的地方可以去 我就给他看十方的佛国土 他看了之后就看到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那么好 告诉我怎么去 你看这两种不同 这两种是不同 释迦摩尼佛给韦提西看十方佛国土 韦提西看到了 那个地方好清静好漂亮 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去到那个地方 四次再往佛给法赞比丘 看十方的佛国土 四次再往佛看了之后 请佛告诉我 这些佛都是怎么修行的 才能修到这么殊胜 国土这么殊胜 我要向这些诸佛学习 你看 这是两种不同的 那我们念往生做是 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不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不是跟韦提西学习 是不是 你好好想这个道理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用菩萨道庄严国土的道理 所以它第一个叫发菩提心 韦提西有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 法赞比丘才发菩提心 所以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三倍都要发菩提心 观五量寿经没有 道理就在这里 你看 那你真的 你真的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是要跟法赞比丘学 你不是跟韦提西学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就是 当我们念往生做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我要跟阿弥陀佛学习 那你要跟阿弥陀佛学习 阿弥陀佛能够成就佛道 简单讲就是这样 就是能够让你成佛 往生做的重点是在这里 因为真正的长生不死 怎样才能长生不死 涅槃才是长生不死 对不对 成佛了才长生不死 这个是真正的无生 才是长生 佛教里面说的 所以你如果要跟阿弥陀佛学习 你就要知道 阿弥陀佛都是怎么修行 阿弥陀佛怎么修行 要看五量寿经 要看他一世十八愿 那你要是怎么样修 其实是这样 他重点不在往生 重点在庄园国土 成熟众生 所有的菩萨都是这样 那我们先来讲到往生做了 因为时间到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概就再一次 差不多就完了 然后下一次我们是要准备 要讲 好 好 那可以 我们都期待着法师讲精彩的 世嘉宏林诸传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